今天想跟大家說說2017年第23條 都是一半人對的 這條題目就說EFFECTIVE 均衡點上升了 即是說價錢就一定上升了 同一時間Subsid條的價錢又增加了 這樣的情況下DEMAND就會上升 Subsid條貴了 不買替代品就買現在各樣產品 問你Consumer Service 這條文是CS 這條題目最難搞的地方 就是它動了兩樣東西 你又要看Consumer Service 如果畫一幅圖的話 原本Consumer Service就是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動了之後 價錢上升了 Price forward 同一時間 DEMAND又上升了 Consumer Service 其實就去到這裏 這兩個影響 其實就像是增加了 其實就像是增加了 但同學可以試試把這兩個影響 Price forward增加 和DEMAND增加 這兩樣東西 對Consumer Service的影響 試試分開去分析 那你就會看到可能不一樣的結果 一幅圖看上去就好像增加 但會不會畫到的情況是減少呢 其實很難清楚 所以你最好去用其他方法 將影響逐樣東西去分析 那可能結果就會不同了 那Consumer Service 怎樣得出來呢 它就是將第一件的NB 減回價錢 再加上第二件的NB 減回它現在的售價 那如此類推 那生在就是 消費者買到第幾件 如果買得一件 那便只有第一個括號 買第二件 那便第二個括號 買第三件 那便第三個括號 那如此類推 那如果提升的Effected Price 4 那結果呢 就是價錢上升 那數量是下跌的 那即是 括號的數目少了 然後數量下跌 那價錢又上升了 每一個括號裡面的值 又會少了 那結果就是 Ces 必然會是下跌的 如果你提升的Price 4 另外一方面 Demand會上升 如果價錢 因為在Price 4 價錢一定是不變 那數量會上升 如果數量上升 即是怎樣 括號的數目增加 可能有三個 增加到五個 那多了兩個括號 這樣的時候 還有它每一個NB都會怎樣 在這裡我漏了少少 它的Demand上升 亦都代表它的NB 括號裡面的NB 所有的NB都會怎樣 上升了 所有的NB上升了 數量亦都上升了 那結果就是 Ces 就會增加了 那所以呢 你會看到 如果我獨立這樣去看 這樣的情況下 Ces 就是一個減少 一個增加 所以結果呢 其實是不清楚的 所以答案就是D 這幅圖有沒有可能 會畫到 藍色的部分少些 只要怎樣 將Price 4 再高些 那就只剩下綠色的部分 那你就會發覺 綠色的部分 是小過原本 紅色的部分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就是 如果Price 4 加很多的時候 那我結果 就會令到 Consumer Service 就變得很小 那這條就說到這裏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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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